台式新闻前进环泰军演的第一线 我们的采访团队也登上了 美军博客级神舰驱逐舰 对次罗奇号 在这一回也特别换上了新的武器系统 也将在这一届的集成演习当中 来试验它的威力 日本方面 准航母等级的初云号还有加克号 在这一次并没有现身在珍珠港 而是派出了博东号运输舰 在上面是可以搭载直升机 还有坦克车 登上甲板 第一眼所见是MK45舰炮 后方还有一整区 MK41垂直发射系统 舰载火力清楚展示 台式新闻采访团队 登上博客级的神盾驱逐舰 费兹杰罗号 船上的主舰炮可以说是相当的壮观 武器系统也是非常的精良 这次套费兹杰罗号 隶属于美军第七舰队 也是航舰打击群众的一员 原本是负责在日本 南韩 新加坡 菲律宾等地 来进行相关的执行任务 为了参加本届环太军演 费兹杰罗号特别改装 搭载NSM 也就是海军打击飞弹 比传统的鱼叉飞弹射程更远 红外线丞相巡标头 有效提高精卷度 预计在集成演习中 进行火力试验 隶属于美军第七舰队的费兹杰罗号 2017年发生严重撞船事件 历经整整两年半的整修升级 再度强势回归 而日本方面 大鱼籍运输舰国东号 早早就来珍珠港报道 宛如大型五哥版的电梯 可以让坦克车 直接从甲板降到船舱中 更能搭载直升机 只是日本两艘准航母等级的 出运号和加贺号 原本传出已将参与环太军演 至今依然没现身 日方对此保密到家 不过依然有机会 在海上项目时 和各国舰队群相约会合 记者林先生 萧瑞生在下午为夷的采访报道